哈啰 藝店好朋友大家假日午安 時間是中華民國112年的7月23號 星期天的傍晚 傍晚的時間了 那我們地上這一些就是 我們全部江旁邊這一棵 應該是 是不是玉紋 比較像玉紋 那至於詳細的品名品系 沒有辦法確認 那因為大概禮拜三 預定禮拜三可能有今年 第一個可能會直接 穿過台灣的一個颱風 那我們必須利用假日時間 事先將它採收下來 因為如果是玉紋的話 本身它也要經過後手的程序 那今天接下來我們要記錄的是 強烈建議啦 如果你是自己有居家庭院 或是小的田地 要種芒果來 那個品嘗的這一個品種 這一顆 來這一顆就是我們的四季蜜芒果 四季蜜芒果 那我們也剛結束喔 這個禮拜才剛結束它的產果 那在我們這個園區齁 北風比較強 所以這一季的果實齁 有經歷過北風 所以北面那裡的那個什麼 葉子 釣的割息比較少 那南面這邊還釣幾顆 而且這一棵樹 樹幅稍微越來越大之後 今年的果實稍微比較大 但是掛果數量不一定是比較多 但是我要特別講的 今天是7月23號 這個禮拜果實剛採摘完畢 而且它的果實一個很好的特性 它就是可以自己釣在袋子裡面 我們再來檢食 完熟的 果肉又香 然後又甜 不會這樣水水爛爛爛 那現在7月23號 又來花了 哈哈真的又來花了 來自己看一下 鏡頭這一些又來花了 真的是四季蜜芒果 那現在7月23來花 如果掛果的時候 成熟期是不是會 很若再接近冬天 應該在年底了 年底了 年底 年底了 接近就是冬天的部分 所以陸續今天觀看 真的又來花了 所以這一個品系的芒果 你看這些都葉帶花 然後這邊有花 所以這一個品系的芒果 真的是適合 種幾顆 然後品嘗風味加 然後又可以一年有 至少兩季以上的芒果 現在就開花 有些來新葉之後那邊 那裡也是有 這就是北面 這個地方就是北面 帶花稅 那所以它要挑戰了 就是大概現在7月份開始 颱風季 那颱風季節 如果來的話 這些花應該會受損 但是就是有機會在冬天 在品嘗冬天的芒果 所以今天特別做紀錄 這個品系的芒果 可以考慮啦 四季蜜芒果 下果正常的這個也有 然後那個 冬果也有機會 裡面那一些雜 雜芝要不要燒掉 對 好燒燒 確定嗎 我熱囉 OK喔 好燒 OK 這個燒 不要雜的不要 內長枝 內長又直立 內長又直立的枝條 這個就不要了 內長枝又直立的 這種枝條是拿來靠近是最好的 不過現在也不缺了 好 這個四季蜜芒果 剛才收完馬上又來花 這個都是花 這個也都是花 這個都是要來花的 全部都是 尤其南面這邊 今年是採南面這邊 南面又開花 北面也在開 這個剪掉 有人問我說 要種芒果種什麼最好 我一樣 就推薦四季蜜 四季蜜芒果 除了不錯吃之外 他一年四季都有機會 那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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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季用掉也行 六季就是比較低 對啊 這季怎麼 這季沒有機會開 這季有機會開 那裡面 沒有就這季先放掉 因為那季是內部的 這季向外還好 OK 那分享紀錄到這邊 下雨了 趕緊收工 我們下次見 拜拜